取之社会回馈社会来看到新竹县在地企业新兴电子 特别捐赠了消防局新丰分队一辆价值120万元的勘灾车 这处于四轮驱动配有无线电警示灯 有利于灾情勘察行驶在山路间等救援工作 消防员坐上车按下按钮亮起警示灯 新竹县在地企业新兴电子 今天捐赠消防局新丰分队价值120万元的灾情勘察车协助防灾 这一部车子它有很多种的功能 它包含有这些无线电还有警示灯 还有后面的这个车子它可以载很多的一些救灾的必需品 比如说这些移动式的抽水马达等等 可以讲当一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一部车子由消防队就可以直接开到现场去了解状况 然后决定要派多少的消防车来这边抢救现场 班上大大的汽车图卡 县长杨文科也回赠感谢状 说明在竹北的高楼多达1800栋 其中邻近的新丰消防分队编制有13人 时常会支援周遭的乡镇堪灾 扇心企业回馈社会提取消防员辛劳就选择了四轮传动的箱型车辆 公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正好有这个机会 知道说这个消防局有这个需求 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对这个县武团队 对县长他们的努力的一个卸议 里头配置有无线电系统警示灯 后车厢宽广的空间也立于器材放置 为灾情勘察行驶山路巡视海边支援勤务等更加安全顺畅 第一大队新丰分队勤务车 那这一台车是放在我们新丰分队 那负责新丰分队一些灾情查报 还有救援的一些工作的先锋车 有了新的勤务车 消防弟兄就能应对各种地形的勘灾与救援 全力以赴要守护民众的安全 我的天啊 什么舰小时 实际上需要用什么 确 это